寶孩 寶孩就像小孩常常會仗著主人的寵愛頑皮 國外一位網友 家中有一次黃金獵犬寶寶叫Bella 狗狗天真可愛 不過因為年紀小 時常會不聽話 某天她在庭院裡玩得太開心 不管主人怎麼喊都不回來 她回過神來才發現自己惹上麻煩了 Bella在庭院裡玩耍 主人叫她回家 她阻耳靜又耳粗 完全不聽話 媽媽暫時把門關上 她們拿回來再開 她發現自己被關在外面 直到媽媽不高興了 她連忙跑到門邊 不停用肉掌抓柏林們的見她 一臉無辜 大委屈的表情 讓人心都融化了 媽媽不為所動 她不停張開嘴巴 很像在說 對不起以後 我不會再這樣 讓我回家吧 網友們紛紛留言說 這也太可愛了吧 拜託拜託 開開門 所以我就立刻原諒她了 當狗狗還是一隻幼犬的時候 他們需要學習很多的技能和知識 然而這些技能和知識 都是透過玩耍的方式 學習到的 特別對於幼犬而言 寶寶們玩耍的遊戲 以及玩伴都會影響狗狗們 成年後的性格和行為模式 同時 當狗狗在和其他生物玩耍的時候 其實也在尋找著自己的定位 看看在這個家裡面 到底誰才是主人 對於成年犬來說 玩耍則是一個 釋放壓力 和主人建立良好的溝通 和關係的橋樑 請教導 再次住在這個家中 無資格 投票 然後再次住在部位 剛才的電腦 怎麼會這樣 做到部分 你就當了 不會 終於